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了 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今天是晴岛多云的天气 白天的气温是偏高的 而山区的午后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 来关心一下各地的详细气温 北部地区是多云29到35度 中部地区是多云29到34度 南部地区是多云29到34度 东部地区是多云29到35度 而大学只考呢明天开始要登场咯 那么气象局说大考三天的天气都很炎热的 有可能会高达35度 也像是考试也在考人 那么各地的白天呢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今天明天两天连着下场的 这个午后雷震雨呢 消消暑的气机会都没有了 考生跟陪考的家长都要注意一下防晒 还有补充水分 7月2号开始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减弱 虽然白天还是很热 但是出现午后雷震雨的机会是略为增加 3号的时候北部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午后是会有局部雷震雨的 无论是下不下雨呢 三天的指考白天的高温都是会高达 34 35度了